Run 起来之后呢 那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Apache 其实这个Apache 实际上就是你的 网站的制服器 那你要怎么知道说 你这个到底OK 你可以这边有个admin 这个admin就是管理 admin就管理 那管理按下去之后的话 他就会跳到那个管理页面 跳出来就是这个页面 各位可以看到 他的预设的 网址 就是HTTP Local Horser 然后后面的话 他会有一个资料夹 Local Horser就是你的主机 名称 预设的 那不过 特别注意就是说 如果将来你要驾站 像你们家里也有那个 申请什么中华电信的 那个光纤 那实际上 那个光纤里面 还有时候包含一个 固定的IP 其实你可以跟 中华电信申请一个 固定的IP 之后 然后呢 把它设定在你这台电脑上面 你就可以把你的电脑当成 伺服器来用 只要你 有弄起来 外面就连得到了 那你在 再怎么去知道说你的IP呢 其实你就直接在 开始里面 有一个 所有程式吧 如果说你想要知道你的 你的那个 复属应用程式里面有个 命令提示资源 有没有 你就打一个关键字 各位有没有学过 IP config IP config 这个指令 这个指令 记一下 然后按 Enter 之后的话 IP config 多一个 多一个 IPconfig Enter 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 对外的IP 就会显示出来 就像我这一台的IP 这边就有个IP 有没有 IPv4 位置 这个位置 有没有 那你就可以怎么样 告诉 外面的人 如果这个IP是 全世界 Global的话 那外面的 就可以直接 透过这个IP 连到你这个 伺服器 也就是将来 你的 网页也好 或者是PHP的动态网页 资料库 都可以透过这个 这个IP 连到全世界了 这个方法 没有问题 因为我 像我任何公司 甚至我家里 也会 不浪费资源 因为 你看 你申请那个 光纤 你每个月 用多少 用 少 也是交那么多钱 用多 也是交那么多钱 你就把它 干脆弄一个固定IP 加一个网站 其实 也是一个支援 这个部分的话 大家要了解一下 第一个 就是说将来 你要怎么知道 你的 位置 特别注意就是IP 这个指令就OK了 第二个的话 进来之后 你会发现 我要怎么样架网站 各位可以发现 进来之后 这个就是主页了 主页 不过 一般 一般书里面会讲说 因为 PHP的 资料库的 预设密码 预设的密码 是空的 所以他都会 建议各位 把那个PHP的密码 先把它改成 不要是空的 否则的话 有些骇客会直接入侵你的那个资料库 所以要怎么样去设定那个PHP的那个密码 特别注意 预设是空的 所以如果你要设定的话 建议各位可以直接从 进到这个 特别我再把那个重点 就是进到 怎么进来呢 这边有个admin 点下去 进到这个页面 这边有个安全 各位可以看到 右边有个安全 安全点进去之后 不过 我是觉得 比较难 因为我找了一下 现在这个中文 是简体的中文 我还没有 没有找到那个繁体版的 不知道他是不是没有 没有提供那个繁体版的中文 所以 你们就他会忍耐一下 反正应该还 还是可以看得懂 这边有个安全两个字 应该他也是跟繁体一样 点进去之后的话 那会有个问题 他这个 变乱码 你变成 按右键 编码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简体的 不然的话 他还会是乱码 你会发现 他这边 就会出现 跟你讲说 有一些 安全性的相关问题 也会跳出来 那你可以 不过我习惯就是 干脆把它改成英文算了 英文也还 还OK 比较不会有乱码的问题 发生 那也就是说 里面 你也可以做一些相关的设定 在安全性里面 其他我想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玩玩看里面相关的 每个都可以点进去了解一下 到底这个环境 提供哪些相关的服务 而且里面 还跟你讲说 如果你要 加一些套件 其实也可以直接从这个连结 点进去 直接就可以把它 download下来用了 这个是第1个 我怎么知道 我的网址在哪里 除了从localhost之外 或者其实120.0.1 这个也可以 或者从IPconfig里面 也可以知道你现在的位置 那这第1个 第2个的话 我们怎么样 放一些东西 在这个主机里面 特别注意 我把它先缩小一下 我们主机 特别注意 我们将来 我们的网站 会放在哪里 特别注意 知道我们的位置之后的话 第2个 我们的相关的网站 将来会放在 这个目录里面的哪一个 地址目录 特别说往下找 这边 这个 HT 有没有 Doc HT HT Doc HT 那也就是说 我现在把它点亮 打开来 你可以看到 将来 以后你的网站的 根目录都在这里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将来 希望建一个测试用的 网页的话 要怎么做 当然你首先你需要产生一个 网页 丢进来 不过 假设我需要给他一个 子目录 按右键 新增一个 资料夹 一个资料夹 就是 一个网站 那我这边的话 给他一个叫TEST TEST TEST 好 那TEST里面 假如我今天 放一个 网页好了 不过这个网页 现在不存在 不过你可以 简单的新增一个 按右键 也可以新增一个 文字档 假设我今天 在这边 放一个 比如说 index 假设我今天 给他index 然后 它是index.tst 打开来之后的话 我这里面也是要打一个TEST TEST 然后把它关起来 那如果我希望 能够从网路上连接到他 怎么做 我想你们先试试看 先了解一下 这个环境 等下再讲说 怎么样在这里面 看到 我们 建立的 网站 并且丢一个网页来做测试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来 这样 中文字幕——YK